香港的房地产股呢最近两天也表现得非常的好 我我认为就是主要的原因都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因为香港的房地产股呢最近的两个月 他们的股价已经跌了30%以上 所以来说了一个技术性的反弹是 我觉得是应该的 这个反弹的背后要清楚了 就是有一些大行股制就是今年年底的时候 上港的房地产市场可能有一个反弹 有一个奇数的信浪开始展开 但是我认为了就是下半年上港的房地产市场 都是比较疲弱的 因为来说就是市场对经济前景都是比较担心一点 虽然来说了房地产股最近两天跑了大概10% 应该对这短暂的投资家来说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获利的空间 所以中长线可以奇数的看好这个房地产股 但是短线操作的话呢 我应该我认为就是目前这个水平应该先去减持 然后再等它的股价回调的时候再买进 只有这个中纪的房地产股了 最近的他们的行情都是比较波动一点的 上降的原因都是投资节憧憬就是中国政府 可能下半年的时候有一个放弯这个宏观调控这个情况 但是来说了我觉得这是在奥运之后中国政府还有其数他们的憧憬的一个宏观调控政策 所以来说了对这个宏观的情况来说了房地产股 中国的房地产股目前这个情况都是比较波动一点的 所以看到它的股价已经跑了那么高 投资节应该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的小心 中长线来说我都不是特别的看好这个房地产股 因为来说就是市场现在的供应是非常的充裕的 还有来说就是这个投资节买进这个房地产做一个投资商务的兴趣也不是太大 所以中长线来说了我觉得就是国内的房地产股 还有一段的调整的空间 短暂的话风险非常非常的大 我会建议目前这个情况先减持